然后从外向里穿入包盖倒数第三圈 针目剩余的一根线中 同时穿过布袋的另一次 将线拉紧 继续重复前面的操作 从下方同时穿出 再从上方同时穿入 并将线拉紧 大家可以多缝几次 将下纸固定牢固 接着开始缝合包身和拉链 先穿入右侧针目的两根线中 再同时穿过拉链布袋 注意 布袋在缝合时 穿针位置要和米尺有一点距离 继续在距离上一针约0.3厘米的位置 穿出 同时穿过包身 相邻的针目 穿过包身 像这样一进一出的穿线方法就是定缝法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缝